也已经准备就绪 让我们来联系一下主教练胖顿 哈喽 胖顿教练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上海二人教练胖顿 教练 你好 其实这个版本 大家都在强调一个前期的强度嘛 所以说我也想跟教练探讨一下 就是咱们队伍对于新版本 是一个怎么样的理解呢 新版本主要是现在一些发育型打野 已经很难玩了嘛 一些偏蓝领包括偏前期节奏的打野比较厉害 第一把的话看到我们在双边上 是选择了一个比较弱的阵容 那是怎么去考虑的呢 因为正常阿骨朵完整的体系 阿骨朵马超嘛 因为中单还是什么型嘛 感觉前期可以很好的过渡 所以说打的东西自然就会好打一些 那可能还是在局内有些问题 需要去复盘解决了 第二局顿山也感觉在局内 没有打出应该有的一个效果啊 在BP阶段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去设计的呢 主要是拿顿山是为了BP父子的 因为这样的话顿山会相对难受一点 但是上野萌田 包括打野上的选择会好很多 就打个比方说 如果要是你不拿顿山的话 他可能会直接出上野 现在大家很多队伍都是在拿猪八戒 加进去打萌田的 所以说这种上野对抗上 可能对于想萌田是没有优势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换了一个思路 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上野这块 然后今天第三局刚刚这局感觉 大家一上来进攻性就变得更强了 所以在第三局开始之前训练赛 训练室当中有发生什么小故事吗 因为感觉大家前两局打得比较重嘛 包括第一局前期优势嘛 但是中期感觉大家不太会打 第二局就是从前期到后期 大家都没有什么节奏 完最后一局想的是阵容选得强势一点 选择一些打架阵容 完了之后希望大家前期可以打得凶一点嘛 就即使是输希望大家是不至于怂着输嘛 就是拼手法包括打架打输 其实大家也认 对因为其实这几场比赛看下来 我们都非常为上海RNGM担忧的 而这只是第二阶段的首场比赛 像之前采访到鱼也很心疼 他也讲到说在第一阶段跟 EDGM交手之后 队伍就感觉找不到自信了 所以面对接下来的四场比赛 胖端教练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调整方向呢 首先调整一下大家心态吧 把大家心态调整好 比赛有一个正常化 正常发挥 其实现在大家打得还是蛮不错的 但是感觉比赛可能是过于紧张 就大家有点没有发挥出来平时的水 所以从这点上来讲的话 也希望上海RNGM在后续的比赛当中 可以发挥出自己的一个水平 取得更好的一个成绩 感谢胖端教练支持我们的采访 再见 能够感觉到其实教练也是蛮失望的吧 他答疑解惑了呀 因为他第二局比赛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在说他的顿山为什么要戳 他既然要做起 他就要把自己的下半途 就是我要用这个顿山逼你的父子出来 那我就要把上半途做强 但是其实你可以再反观一下 EDGM那局比赛 他是连波进江什么东西 对吧 然后他上路是蒙田篮家银正 你真的看上中野的强度上去对比的话 他似乎还是弱的 所以他虽然说是成功的 就是因为对面他在轮换的时候 我们就有去预料到他会出这个鲁半父子 是 他又怕对面再拿一个超强的猪八戒家进来压自己的蒙田 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中野去做强 我认为胖端教练他的考虑是没有问题 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我感觉他可以再狠一点 对 就再绝一点 他在执行上没有执行那么彻底 起码你要有一个半趋势强的 但最后做到结果是两个半趋势全都是弱的 就是你的强一定要强到什么呢 我的弱是弱到了我一定打不过对面的双人组 但是我的强是一定要强在我的上中野能够压制对面打 或者甚至逼到对面的副子组合必须拆开 来进行上半头的帮助 对吧 对因为我们知道Roc也是鲁半人助力 我觉得从这点上其实也要做一些考虑的 很有可能我觉得Roc在选出鲁半气候这个英雄的时候 他就非常自信了 对但我还是觉得RNGM目前 我认为胖敦最后一局的考虑和他的出发点也是好的 就是我们输可以输 但是输必须是打输的 手法拼输的 那输的就是认 认回去就练 练好了我们再继续加油 千万不能是三局比赛被压制打向第二局比赛那种情况 不能再出现 对但我觉得第三局虽然说是打在前面打出来 但我觉得整个队伍在中期就是一盘散杀 对 说的直接点就是一盘散杀 所以说这个心态调整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熟悉RNGM的小伙伴应该知道他们不是没有能力不是没有实力 就像说到心态调整能力 但是目前来讲如果经常看RNGM的比赛他们只有两种剧本 第一种剧本是在这一轮的前期打得非常好 很有希望然后再争死局输掉了 第二种就是上来打得很差 然后没有晋级希望了 当一个搅局者 对 就只有这两个剧本 你就不能保持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也就三个礼拜的时间 你在这三个礼拜保证一个最佳的状态 你一个赛季 你如果你真的满打满 现在B组一共就六周的时间 你这六周的时间给你砍一半 你维持三周的最好状态 如果都做不到的话 那你真的就要在B组老死下去了 第二阶段应该是有四周的嘛 对于队伍来讲的话 调整的时间必须要快 现在对他们来讲就只剩四场比赛了 我觉得他们今天这场一输 就从这场开始 就把自己进入后面那个搅局者心态就好了 你现在就想着我输给EDG了 我后面的比赛 我必须要全赢负 或者说你就现在考虑 我这场比赛输给了EDG 我后面就已经无缘卡位赛了 你就抱着这个心态 去打每一场比赛就行了 因为他们之前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才能成为那个搅局者 对 所以现在两位嘉宾给他们的建议 就是让他们提前适应这种搅局者的心态 反倒可以发挥出自己在训练赛的一个实力 现在给RNG在技战术上支招 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我也是 我也这么觉得 就是心态上得快速调整了 你不要激发他们的潜力 好的那前方上海EDG的采访 也已经准备就绪 让我们来采访一下打野位珈牧 哈喽珈牧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上海EDG的节目 珈牧 嗯 珈牧你好啊 也是欢迎你做过我们的采访 也是你首次采访了 而且我们也对你做了一些了解嘛 今天也是咱们队伍在第二阶段的首战 之前呢 你都是在队伍每一轮的中间进行一些轮换 那这一轮是在第一场比赛就首发登场 对你来说会有哪些感受呢 呃 可能就有的时候会打的不放松吧 因为之前已经在K甲的时候已经离现在很久没打比赛了 哦 打得 你接着说 哦 就是需要适应一下 需要适应一下 就像刚刚 适应一下比赛的节奏 哦 就像珈牧讲的那样就是要打的不放松 因为我们知道包括之前你在K甲的时候也使用蓝拿过五杀的嘛 我觉得自信对你来讲应该是从来没有丧失过的 那今天的 今天其实是发现你 就是这个语音回放 我们听 队伍是觉得越来越激情了 所以你觉得自己在赛场上是一位什么风格的选手呢 呃 就偏发育吧 差不多 装备差不多了 就开始找你干了 啊 你是从一个打法上的一个 那包括我们想了解的是你私下性格上啊 包括在对你的沟通当中你觉得是什么样的特点呢 呃 气氛组 哦 你是气氛组 是能够看得出来 我觉得珈牧还是非常活泼的 呃 今年的1月26号你加入了上海DGM 也有小半年的时间了 有过不少的轮换 那你觉得轮换会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没有什么影响吧 感觉就能帮助队伍提升最重要 嗯 还是想着为团队实力 那今天射手卫也是做了一个人员的轮换 也是Rock本赛季的首次登场 你们在训练赛也有尝试过这样的轮换吗 呃 有的 嗯 感觉两位射手风格上有什么不同吗 一个一个比较凶悍吧 一个就是偏后期保着他打 啊 一个是那种喜欢上次操作的 是 保着他打的是Rock拿出了这个鲁班7号吗 因为我们知道他有一个鲁班人助力的一个称号吗 所以当他拿出这个英雄的时候 你们当时会做一个什么样的讨论呢 就有的时候就会调感他呀 拿出他自己的招牌英雄 啊 所以大家其实 你说 啊 没什么 啊 所以其实我想表达 就是说大家也会在选手拿到他的招牌英雄的时候 整个队友 整个队伍都会给予他一些鼓励 那新版本的话 我们知道野区啊 兵线都有一些改动嘛 所以你觉得对于打野英雄选择的优先级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因为今天看到你使用了赵云 像之前也拿出了药 优先级的话 感觉打野的话跟之前感觉没什么区别吧 就工本可能需要开发一下 你的工本练得怎么样了 无敌 无敌 天下无双是吧 行 那就期待你的天下无双了 最后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推荐一个在这个赛季最好上分的打野英雄吧 最好上分的打野英雄 要吧 要 刷钱比较快 然后一打一也不惧怕谁 嗯 好的 那也是感谢家木的分享 拜拜 拜拜 我觉得家木也是非常健谈的 他这个采访很有意思 前面他很紧张 直到他说出了气氛组 我好像是气氛组 我不应该紧张 自己给自己暗示 是 现在我看到家木这样的选手啊 EDG嘛 我们看到EDG现在这个状态 然后再去看看今天RNGM这个状态 我认为他们就应该互相学习 是 因为作为两支上海的本土队伍 对 我认为他们之间彼此要看到彼此身上的高光点 然后逐渐的他们就是要一起向上 而不是每个赛季都能看到一个队伍好了 另外一个队伍就差了 是这样的 上海双雄只能有一个好 对 我觉得他们既然是最好的对手 那么其实不能说一直会因为说比赛的输赢去影响心态 更多的像瓶子说到的那样 既然是最好的对手 那么了解他 那么他的优点你也了解 那大家是不是可以相互学习一下 以前的RNGM队那氛围特别好 局内语音也特别好 是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从心态上这点的话 上海RNGM真的要加把劲去调整了 你看对于EDGEM来说 选出了卢班七号这个英雄 大家也会跟ROCK调侃 哎呀 你的招牌英雄拿出来了 这把你是不是要carry了 这带我躺呀 对 大概就这样的一些氛围 我觉得这样才能激发出 我们选手最大的一个潜能了 好的 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 今天的第二场比赛是 北京微博对阵重庆狼队 让我们稍休息 马上回来